大家好,我是小玉,我现在已经抵达林巴嫩了 大家看过电影那个叫《何以为家》没有啊 现在已经到了电影里面说的林巴嫩这个国家了 现在是凌晨一点多 我为了神情啊,每次都是做这些连价航空 所以很早抵达机场 林巴嫩机场这个设计感挺调的 很干净,但是很小 人很少啊 机场特别的小,一出来就是那个办签证的地方 大家注意啊,拿着中国护照到林巴嫩是免签的 秒入境,入境林巴嫩了啊 但是现在太早了,不想出机场 现在到的时间太早了,所以买了一个饼吃 OK 就是这个林巴嫩当地人吃的这种饼 大家看林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那个高楼还是挺多的 因为我想象的话,我以为它特别的破了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最便宜的一家了 真的最便宜 天台没有人哪 看起来不错 但是它入住要早上八点 然后有个黑天台 现在还不能半入住 它给我泡了一杯茶 才给了我一个香蕉 这家真的很温馨 但是我现在用的手机不太好 所以拍不出那种感觉来 很漂亮 而且总共加税是二十三点几美金 然后它是含早的 这里还有一个吧台 但是我订的是混住间 第一次做混住间 因为它这个最便宜的都是混住的 然后价格相差还是挺大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好温馨啊 等一下看看这个混住间 到底是混住成什么样子 很好奇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床位是什么概念 床位就是一个房间住了好几个人 然后这边的话 用的也是和土耳其一样的插孔 充电孔 所以很方便 可以把土耳其的拿过来用 它这个上面写的一些饮品 因为这里有个吧台 都是按美金算的 刚刚我打车 给了司机二十美金 他还找了我 又找回我也是美金 哇,这里真的好贵哦 一个饼干一美金 一个什么玩意四美金 哇,真的淋巴嫩消费不低啊 它这个上面都是按美金给你结算的 但是真的很温馨 这家 而且这家是我网上找到最便宜的一家 哎,我看到了中国的钱 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钱 这里有韩国的 有埃及的 哎呦,上面还有一个中国的呢 就是很 这个国家因为一些原因不起 没办法进入24小时供电 缩的缩的就停电了 所以现在得用发电机 看,刚刚发完店又来电了 所以这一家我选的虽然是最便宜的 也算是比较好的了 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含早的早餐是什么样子 好像挺丰富的 但是感觉全是冷的啊 刚刚老板帮我办入住了 然后他说我房间是混住间 但只有我一个是女生 其他的全部都是男生 我 我现在就快笑懵了 因为我之前没有住过混住间嘛 然后我觉得有女生有男生 但是他现在说没有房间啊 只有这个房间 要不然就是单间 单间的话很贵 现在我跟了后面一大堆男生下来吃早饭了 然后这个早饭 今天我没有明天有免费的这个早饭 如果今天吃的话要付5美金 所以说08分的消费还真的是挺高的 各种美金计算 太困难 但是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房间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订的是6人间的 所以加我的话一共是6个人 应该是满了 这个就是我的铺 在上面 下面有一个男生 还有一些已经起床了 就这一个床要100多人民币 第一次做轻侣就被某个大汉给抱怨 现在我要准备睡觉了 太累了 给大家看一下08分的街头啊 遍地都是奔驰 豪车 刚刚我们看到好多那个好的车啊 现在我来到这个首都比较豪华的一片区域啊 像这里 宝马 奔驰奔驰奔驰 哈哈 就刚刚还看到人家开跑车的 然后这边有很多名牌 对面 品牌一条街 那这个建筑很漂亮 很有那种巴黎的感觉 然后对面就是海 你看那边停的车一排 全是比较好的车 哇 而且很干净啊 挺时尚的 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于这个08嫩的看法啊 惊艳到我了可以说 而且你看车子都很干净 哇 对面太漂亮了 哇 宝马 都是街车 非常的普遍 然后这边 你说他有钱吧 但是房子很破 你说他穷吧 但是他又很有这种欧洲的风情 然后各种那种高档餐馆到处随处可见 咖啡馆也很多 就感觉有点奇怪 哇塞 兵力 还有这个都是这种高档手表 而且感觉08那人很少 街上都没人 在土耳其的话到处都是人 突然感觉喜欢08嫩了啊 阿萨拉蒂在这个08嫩都很常见啊 我第一天到08嫩就认识两个可爱的小姐姐 她们带我来这个中餐吃饭 叫Little China 哇 这家店装修的好宗室啊 这个墙上面还有皇帝的照片 皇帝的画呢 前来是一个本地的小哥 嗨 这是老板是吧 哇厨房好专业啊 我们点的汤上来了 感觉还不错啊 好久没喝汤了 哇今天好开心啊 来了08嫩第一天 算是第二顿就吃到了这么好吃的中餐 感谢小姐爷的介绍 吃饱喝足了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因为今天我第一天刚到08嫩 我跟朋友上街就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是满大街都是奔驰宝马 我没想到在08嫩这个小国家啊 就有这么多豪舍在路上跑 然后刚刚我跟小姐姐聊天 她说这个 因为在08嫩疫情之前 其实经济还是可以的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 其实就是08嫩这个国家破产了 就是仅次于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经济危机 但是呢 他们的车子还在 就是你很奇怪 在路上看到很多建筑都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满大街跑的都是豪车 而且08嫩在前几年经历过一次大爆炸 就是港口大爆炸嘛 所以它很就是造成了很多人死伤 还有这边的建筑都损坏了 有的建筑翻新过改成一些高级餐馆咖啡馆啊餐厅之类的 但是很多建筑还是依然很破旧 虽然就是说08嫩属于中东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但是它依然有一个非常美的称号 就是中东小巴黎 所以你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房子还是很漂亮的 今天下午逛了随便逛了一下 真的很像有花 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08嫩就是那种很荒芜的地方 像那个中东迪拜啊那些地方 没想到这里还有花 还有非常干净的街道 车子也很干净 然后人也比较有品味一些 真的超乎我的想象 因为08嫩离中东像迪拜阿联酋这些国家都很近 所以他们那边消费比较高 然后呢很多富豪就来到这里 08嫩消费 因为08嫩消费对于他们来说比较低一些 来这边吃喝玩乐 而且它这个首都的话开车 有一个往北一个小时有雪太多 冬天可以去滑雪 冬天可以去滑雪 然后这边又有海 所以其实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08嫩它其实是靠这个旅游业 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所以就是很少有人过来旅游了 所以它的经济又是退败 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原因 因为08嫩它们现在目前没有总统也没有政府 它很多都是靠这个军队管理 其实你这样想的话可能会觉得这边很混乱 但是不是08嫩很安全 08嫩的补迹也非常的多 然后目前的话游客不是很多 所以你可以完全去享受这个地方 我计划在这边再休息一天去尝一下本地餐 后天的话我可能就要计划去陆路进入叙利亚 因为现在叙利亚受到了美国制裁 所以土耳其不能直接入进叙利亚 需要通过这个第三国 就是你可以从08嫩入路也好 飞过去叙利亚也好 都可以从这边入境 然后回去土耳其的话 也可以再回到08嫩 再从08嫩回土耳其 而且它的机票非常便宜 差不多也就四五百块钱人民币 在08嫩非常奇怪的是 这边没有政府没有警察 但是车上的道路啊 这样的车流非常的整齐 没有出现任何混乱的现象 然后这边很多人就是 他们政府破产之后 很多人不敢把这个钱换在银行 因为很多不好 他们在银行的钱取不出来了 他们像每天收到的钱 第二天就拿去黑市换成美金 不建议去银行取钱 建议最好带一些美金过来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也可以来中餐馆出现换美金 因为这边很多地方 都可以用美金结算 美金支库的 所以也比较方便 这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然后他跟我们说 那个淋巴嫩菜特别贵 我们本来想尝试一下呢 那淋巴嫩菜人均要三十美金 太贵了 对不起啊 有新车处来这边就有了 哦原来是这样 是推前车 他们还是有钱的人 还是有钱 一有新车就会去买新车啊 刚刚老板娘姐姐跟我们说 这边淋巴嫩之前被法国知名过 所以这边其实你看他们的品味也很好 然后这边的人会 他们上学的会学法语 阿拉伯语 还有这个英语 还会学中文 所以就是说他来这边受教育 他会四门语 所以老板娘说当初他来这边 也是因为为了他的儿子能够多会一些 学习更多的语言 就是说可以来这边学习更多的语言 所以来这边开店 老板娘在这边已经待了三十年了 吃完饭了 我们今天吃的饭是三百六十四万 其实也就相当于那个美金三十六美金 那个淋巴嫩算钱就是十万就是一美金 这样算 作为中东的小巴黎淋巴嫩啊 这个吃度的消费其实挺高的 大家看我身后其实房屋挺破的 但是在这边我住的这一条 是比较有名的一条商业街区 他们的吃的餐厅非常高档 我来到了淋巴嫩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尝试淋巴嫩菜啊 因为淋巴嫩菜系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你在可能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淋巴嫩菜馆 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淋巴嫩菜系其实融合了阿拉伯 中东还有法国 因为它被法国殖民过嘛 还有本土的一些文化 所以其实它的菜系是比较复杂化的 然后它的主打其实是羊肉 今天我和朋友约了我身后的这家餐馆 我准备去尝一下淋巴嫩菜 但是在淋巴嫩的话 淋巴嫩菜馆是非常贵的 人均可能达到高达四五十美金 加我们挑选了一家稍微性价比高的一家菜馆吧 一家餐厅 然后我现在进去见我的朋友 我住的这一片街区是个亲女 但是她这边有很多高档的餐厅和咖啡馆 还有酒吧 地方离我住的很近就在对面 但是非常的高档 哇塞 是淋巴嫩风格的 装修其实挺法式的 但是我们其实是来晚了 因为我们没有预定 她告诉我里面的位置全部满了 非常的高档 我身穿的也挺正儿八经的 hello 但是你看这里摆了餐具的都是被订了 所以这家餐厅应该是比较正宗的一家淋巴嫩特色餐厅 所以我们没有预定的话我们只能坐在外面 实在不知道怎么点 看到隔壁桌子的点的 我们说跟着他们学着他们点吧 这个是甜品吗 炸面包和蔬菜 他这个大饼我在埃及吃过 然后我跟他们说 他们点什么我们也点什么 然后隔壁的小姐姐很漂亮 真的不知道点什么 只能照照照片去点 在国外想吃到地道的美食真的是挺难的 有时候真的看名字也不知道啥 甚至看图片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经常我到了一个地方就看别人点什么 然后就是觉得别人点大概觉得还不错 但是其实淋巴嫩菜 我们中国人可能有点吃不太惯 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 那里面有很多酱料还有一些调制方式 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 但是既然都来了嘛 一定要尝一下 这个在埃及特别常见 埃及很便宜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仿造隔壁 仿造隔壁点的 我来尝一下他们的 可以提蘸一下吗 可以 茄子酱太好了 他说这叫HOMO 但是我尝一下 这个口感不错 挺细腻的 但是酸的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吃酸 我喜欢吃辣的 这个尝一下 这个像加了胡克素一样 甜的 但是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饼 因为它很厚实 然后又很香 刚烤 但是拌了很多酱料 也是口感有点酸酸的 就感觉我们盲点的东西 都像酱料一样的 看看这个是啥 这个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像炸的那个小饺子 然后拌了一些酸奶 餐厅都是比较时尚的女孩子 然后都是这边比较有钱的一些人 因为这边消费也挺高的 那时候我想吃 想吃一下淋巴嫩菜 真的吗 我们现在统一对淋巴嫩菜的感觉 就是太酸了 因为我本人不太喜欢吃酸 所以我就逮着这个面包很好吃 死定的蘸这两个酱料 因为一个是鹰嘴豆酱料 是咸的有点酸 这个是甜的 还不错 但是这两个奇葩太酸了 吃不来 哇 烤肉 还有鸡翅 有蘑菇 还有茄子 这什么玩意 辣椒 不同的肉 哇 大餐 这边的烤肉 中中的烤肉 因为很有名 我刚刚尝了一下 特别好吃 我跟他讲来这边吃这个就对了 等下结账的时候可能会吓哭我们 因为行吧那消费真的是太高了 那我们已经吃完那顿饭了 但是 我们整体感觉就是觉得很酸 其实不太好吃 除了这个烤肉 烤肉值得尝一下 因为很有可能人均五十美金了 什么概念啊 在零八正吃完 六十美金吗 六十九点五 当当当当当 现在介绍答案 我去 才花了六十九美金 四个人 那很便宜啊 我们在中餐馆问老板娘的时候 他说人均差不多得二三十美金 那这个真的是很便宜的价格了 对啊 之前他们有吃一个人 人均五十美金很正常的 就是我们选了一个比较中当的零八正餐厅 人均一百二人民币啊 让大家觉得吃这个贵不贵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贵的 比在这边吃中餐还是贵的 谢谢大家